这是蓝莓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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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蓝莓大蚂蚁 欢迎来到 San Paolo Brasil 哈喽哈喽 我是好奇人吃饭的珊妮儿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餐桌 跟我一起租出户 吃遍全球美味 欢迎来到 蓝莓大蚂蚁的世界 San Paolo Brasil 10,000km 超级远离 过 Sperdi La Manjage Festival Ti è nomada Smogasburg NiconeSperdi 哇 就这款 木树粉黄油 牛炒蚂蚁是这届美食节的爆款 用到的是黄油和棕榈油 油肉以后呢 把亚马逊大蚂蚁放到油锅里炸酥炸透 让它吸饱了油脂 然后呢 再放入木树粉 翻拌均匀以后 加入点盐 搅不搅不 就可以出锅吃了 啥味儿啊 给我发来这些美食素材的远在巴西的小伙伴超油 她就去吃这蚂蚁了 听她怎么说啊 炸蚂蚁的口感有点像云南的炸猪虫 炸脆的球球咬到嘴里直接爆浆 有点像糖心蛋 但是爆浆之后呢 蚂蚁的皮有点硬 所以还有点芝麻 或者是像瓜子的皮一样的口感 你喜欢吗 是吗 是 它是很棒的 我建议到每个人都会有疑问 它是一种不同的味道 但是它是很棒的 其实它是一种辣椒的 在我们的地方 在整个海岸的沙发 整个海岸的沙发 它是在冬季的月份 在冬季的月份 在冬季的月份 开始那些雨 准备 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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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从冬季的地方 它是从冬季的地方 我们去吃它 那天我们去吃它 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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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唯一吃蚂蚁的经验 是在大概两年前 是在一个法餐厅 当时吃到了一款 羊奶酪黑蚂蚁冰激凌 但是那个蚂蚁是咱们 东北地区养殖的那种黑蚂蚁 它的体型跟亚马逊大蚂 相比起来 那真的是毫无训练痕迹 太瘦小了 而且那个口感是酸酸的 完全不一样 Schmogasburg被誉为 全球最盛大的街头美食节 它发源于美国纽约 所以在这里 不仅仅能够看到 巴西本土的美味 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 各种的美食哦 Baya 西班牙海鲜饭 Sangria 西班牙最著名的水果酒 红酒加水果 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试一下啊 Pizza Italia 西班牙 Pizza边一定要烤出这种虎斑才最好吃啊 当然还有来自Mexico的tacos 墨西哥的tacos分软皮和脆皮的 软皮的就是最传统的口味 脆皮的它是受了美国饮食的影响一个产物哦 巴西说葡萄牙鱼 巴西说葡萄牙鱼 葡萄牙鱼的好吃也是delicious 但是发音不同delicioso 非常好吃 muito delicioso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我远在巴西的美食小伙伴 提供了这么美味的素材 我是要带大家吃点全球的山妮儿 这里是我的世界餐桌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